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咸 又咸甜的那种海藻的味道 Spring Bank那种风格 就那种海港风的那种 熬到酒精感觉很浓很冲 一闻着满鼻子 43度不应该这么冲吗 可能应该刚开 咱刚开 真的有Spring Bank的感觉 但是没有Spring Bank的桶墙那么强烈 然后又特别特别香甜 你应该会喜欢 嗯 我也喜欢喝这个酒 挺好喝的 整体的入口 就是说其实我们闻着挺烈的 但是入口之后 其实我觉得它那个酒精感还好 没有很厉害 没有很厉害 就是它酒精感带来带出来的那些所有的味道 真的是融开的那种感觉 特别特别的香 我真的觉得有点像Spring Bank12年的那个味道在 就是有一丝痕迹的那个 它的表现力有点接近 嗯 对吧 它嘴巴里面的那个表现力有点香 但它的味道没有Spring Bank那么重 没有那么重 就是很轻轻柔柔的那种 微感的那个油脂感其实也只有一点点不重 我觉得平时喝是可以的 而且要比我们平时喝的酒更要强一点 嗯 就第一次喝他们家觉得还行吧 但是我给我的印象不会说特别深刻 这种就没有到会没有到很深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它像一个低年份的拉夫格 然后呢 它没有拉夫格那个木质香调 就那个木质烟的那个香调 没有烟的那个 对没有那个烟味 所以它整体在烟熏这一块 其实它的表现力是很弱的 嗯 对 但是如果你放在果香那一块 OK 果香是很香的 还行 对 来我们尝一下第二个 哦 你闻了嘛 它那个味道有一个味道是特别特别特别明显 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诶 我刚才一聊天聊忘了 哈哈 直接喝了 我以为拿的是这一杯 你入嘴才发现味道不对 哈哈 哦好香这个酒 这是个什么香味儿 像杏 杏子 我反倒觉得那个李子的味道会重一点 李子 对 青色的就那种李子的味道 杏子跟李子不是一种东西吗 不用 李子是酸的 杏子 你说是那个新鲜的那个杏子 嗯 不是杏子 是新鲜的那个黄色的那个东西 新鲜的那个杏子味道有 特别特别明显 我还挺喜欢闻这一款的 回去闻自己 回去来这个更浓的奶油香 这个是清淡的香 现在也出来那焦糖的味道 嗯 这两款酒为什么喝起来差不多呢 都是那种 就第一反应就是这酒有对过水的那种柔 肉嘴那个果仁 然后包括后面出来一点点的那个蜂蜜 当时 我会觉得这个是加了水的第一笔 当时就 就没味道了很短 很短 那整个没有回来的味道 那这两个我肯定会选第一个 第一个的那个长度和丰富 有点薄 太薄了 这个有点薄 而且味道太短了 现在没味道了在口里 而且入口的时候 其实它那个果仁的味道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偏苦头的 它这个闻起来也有那个生果的香味 有一点点偏苦头的 然后苦头之后它会上来一点蜂蜜的那个甜味把它盖掉 但是它的在后面它就没了 没味道了 怕死掉 这个 这个不行 稍微有一点点入口 但是我觉得就是 入门的人是OK的 特别好入口 两个放在一起 第一款会好很多 好很多 整个的味道的表现会好很多 好了 我们也不用猜了 肯定第一个是18年 第二个是14年 太明显了 这瓶酒 导演对吗 好的 好了导演已经帮我们把酒上来了 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款酒的价钱 我们刚才喝的第一个18年 美金大概是要再卖到1.5美金左右 然后它的14年呢 Costco会便宜一点 卖个80左右 最低的时候才60多 好吧 但是现在外面的市场价基本上是在90美金左右了 其实挺高的了 这么看来呢 它是完全不止90美金的 然后这两瓶酒全都是43度 其实我觉得它 我觉得它两个的价格都稍微有一点点过了一点 因为它的名气吗 它也没有说太大的名气了 当然如果是这一款的话 我觉得它大概五六十是OK的 对它吃个五六十 然后这一款的话 我自己我会去可能 不要超过120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18年 它还是整体的味道上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 没有那么让你去惊喜的感觉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18年150我是会买的 就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123的酒 但是因为它的稀缺性 市场上基本上看不到什么open的酒 那你知道为什么它那么稀缺吗 不知道 因为它这酒档特别的小 就是没产量 没产量 它这酒档特别的小 它这酒档其实就是说是一个很老的一个酒场 就是说可以追溯历史的话 它这不是写1794年吗 在这14年上 它算是整个苏格兰应该是算是最老的那一批的 对 然后这个地方 它本身是在一个小镇子上面 对 就是这个open是一个镇的名字 对open是一个镇的名字 OK 然后它是在一个小镇上 然后在小镇的一个主干道上面的一个店 你知道 就是一个小店 也不叫小店 就一个小蒸馏厂 OK 很小的一个蒸馏厂 因为它也没办法去扩展它的地方 就在一个镇子上面 然后它这个蒸馏厂 它只能放两个蒸馏器 好惨 只能放两个蒸馏器 然后所以它整一年的 就是说一年的厂量下来 只有大概是67万生酒 那是什么概念 现在全是就是说全苏格兰最大厂量的 应该是那个钢铃味 钢铃味最大厂量 它的厂量 它一年下来是2100万 67 2100万 大概30多倍 好吧 32倍左右 对 差了32倍 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落差 而且包括open它本身是那个DHO的 DHO 其实它一直是在给DHO 其实它很多是需要去 供原酒 它会给它供一些原酒之类的 这个酒这14年完全可以供 真的是无特点的 它很适合做那种就基酒 我会觉得它这14年 比麦卡伦的那个12年要好喝一点 只不过麦卡伦的那个味道再浓一点 但它很入口很舒服 它比较大 就你可以拿它去 可能我觉得就是说 喜欢喝这本威士忌的人OK 比日本威士忌好喝 对 然后它就是说 现在包括他们自己 一个产量太低之后 然后又是在DHO 这么大一个集团里面 所以他们很少说要再去自己 再去装瓶 就是做自己的牌子 或者是它流出外面的酒都很少 对吧 包括什么Catenhead 然后什么那个GM 这间独立 对 还都没酒可以给人家 对 很少能够拿到他们这个酒 我们唯一看到的 就是说我对它印象比较深的是 因为它在那个 就全力的游戏出来的时候 哦 那个黑色的 对出了一个黑色的 我们要喝一下那个黑色的 对那个是他们出的 我把它给忘了 嗯 可以试一下 那个也是100米以下 那个也不贵 那个也就是正常出来看 刚开始卖 70多 对 也就是60多 对 所以他们家的酒也不会太贵了 但是我觉得它也就适合 低端就入门的 对 低端入门的 它可能还做不到 就那种很高级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也没啥库存 就卖了 就卖了 哦对 他们那个酒厂只有7个人 哈哈 怎么怎么活下来的 其实很多很多苏格兰的酒厂的人 都不会太多了 一般来说是10来个人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最多人的 就是说最多人的是那个Spring Bank Spring Bank那样的 还算多人的呀 Spring Bank因为它基本上都是人工来操作 你包括那个方卖啊 什么这些 它全部都人工 所以它是在人工上 它是用的最多的 就整个苏格兰这个酒厂里面 它是用人工用的最多 因为它基本上它不用机器 不用电脑这一类的东西 它都人工在控制 然后这个算是比较少的了 只有7个人 7个人 对 Open一直是一个我想喝 一直没喝到的酒 对我也是一直还挺想喝的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买14年 千万不要买14年 如果你是经常会品鉴其他威士忌的人 它在这个14年在你买回家 你会觉得非常失望 18年是ok的 18年其实还ok 至少你可以把它喝完 这个我能确定 但14年未必是会喝完喝一口 就不会再想要喝 18年里面你是能够品到它的威士忌的 它的一个 算是说它的深度吧 它是带有一点点深度跟厚度的 这款会有点太浅薄了一些 嗯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九仙小姐姐喝酒不采雷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 如果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 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